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今天這一集的債券和理賺 首先新年我們都恭祝大家新年快樂 身體健康 恭喜發財 最重要是買什麼 升什麼 股市 債市 都一起去升 今天繼續有債券收走老Simon 跟我們分享 在分享之前 如果大家未訂閱我們的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讚好和分享 另外也做少少宣傳 就是我們的iFast App 大家可以下載 可以trade到港股、美股、A股和新加坡股票 Simon 我們也說一下現在的內房情況 因為最近新年都放了長假 一般放長假的時候 房地產都是淡鬼 但今年好像有點不同 你可否更新 今年有四個字 就叫做就地過年 其實傳統上新年和春節期間是 房地產的淡鬼 不過事實聲明 今年來說 其實不是一個很正面的好轉 其實都很淡 因為如果你看一月的數據 基本上不論是橫比 或者同比去看 可能是三四成的跌幅 都挺誇張 不過今年就有一個很特別的就是 因為始終大家知道 大陸正在走一個清零政策 很多以往 可能過去都是 春節會回鄉 回去以前城 回去以前園 去過年 有些人就選擇走就地過年 亦都有些情況就是 在就地過年的時候 春節期間 沒有東西要做 我們就去看看 看房子 所以 都有一些熱盤項目 其實是賣得不錯的 即是一些北京 上海的熱盤項目 是銷售得不錯的 亦都有些新聞說 中介在春節的時候就開門了 開門營業 以往可能就是三門多 不過整體來說 其實出來就 並不是一個完全很好的情緒 因為如果你從一月到一月 或者是有些 春節期間兩個禮拜的假期出來的數據 其實又不是一個很利好的 即是叫做攤 都是比較銷情慘淡的 有些負責就是 甚至有些房企 以往可能在春節期間會打了很多公開 今年反而節價其實就不太多 可能維持九五節就算了 我想大部份房企 現在都看過了新年之後 接下來就叫做第一季 會不會像以往那樣 都會旺一點 有個小陽春 是大家可能可以期待的事 是的 終於有些好消息了 過年 是的 苦年 還有一個利好的消息 最近有一些國企 都開始收購一些 流動性比較緊的民企 有些消息 你怎樣看 會不會幫到債市呢 幫不幫到債市 就是看後續 不過我想最少對於重組來說 都會是一個好的發展 我想這一個苗頭 都不是最近發生的事 因為在恆大 即現在來的大陸重組下面 都看到就是 首先順達就進入了董事局 在一月底的時候 其實都有news poll上去說 就是華融 跟花陽年去談 就是一個重組 或者是收購他一些優質項目 其實在再早點來說 華夏幸福的一些重組裡面 其實都已經有長城東方的一些收購 所以其實在叫做四大AMC 在這個重組上 我想大家都見過 官方的宣傳宣告上面 都說的是 需要四大AMC 去更加介入這些重組 你說後續會不會立即支持債價 就很難看 因為你很方便就是重組 它用一個比較靚一點的價錢 去可能買 現在財棍房企的一些優質盤 或者之前說 去做一些承債式的收購 或者買回來之後 雖然價錢不太好 但是會吃了你很多的債務 其實是幫助房企去 去脫掉債務 這些都是一些比較健康的收購 最終要看就是收購價多少 或者入股的話 股權是拿多大 才知道後續是怎樣的 但是起碼對於過去 經常說的重組 例如我們知道恆大 只剩下恆大返陽年或楊光城 重組最害怕的東西就是沒有消息 你重組亦都可以拖很久 但是我想有AMC的介入時 會令到這一部分加快一點 沒錯 另外我們說一下個別的內房債更新 譬如好像華南城 最近有些展期的方案 你怎樣看呢 還有一個細節是怎樣的 華南城的展期 其實可以叫做好的展期 因為其實平級機構出了 就不是一個所謂Distress的展期 因為華南城 這次2022年有三張到期的債 他就將頭兩張展期大約半年 但留意第三張債券到期 是今年11月的 那張就不展期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實這次去做這個鋪牌 主要是因為深圳國資委下屬的建法集團入股 其實這個交易應該都需要時間去結束 但是估計華南城當這個交易完成之後 其實可以用國企的背景身份 去借這麼便宜的錢 所以我想 總共有些幫助 沒錯 一定有幫助 所以他現在是需要多一點時間去結束 所以將做好多兩張就退展期 其中一個就是本身是2月到期的一張美元債 但是這兩張我想半年之後 其實應該都可以順利還到本還息 而11月那張就更加不需要去展期 所以你見債價都立即跳上去 你見公告前的40多元 都彈到80多元一倍上 是 好啊 剛剛也說到 其實華南城現在都入了一些國資委 變成單一大股東 其實現在那個情況都還要展期 但是你覺得會不會違約呢 嗯 違約 我覺得相對現在 他入股之後 違約的風險就是小了 是的 直播率是高了 因為他如果你要想一下 如果他真的要剪 其實他要將2022年調整全部都一起剪 但是我想大家預期這單交易都會落實 其實老實說都賣得挺便宜的 華南城這單交易 相信會是一個挺好的例子 是所謂國企或國企相關的公司入股的情況 所以大家都想這件事成功 嗯 好啊 好啊 難得我們聽了這麼多叫做比較利好的消息 最近市場 不如我們再講一下其他的內房 民企 民企我們經常都關注 譬如碧桂園和龍光這些 叫做投資級別比較好的公司 那你怎樣看他們的情況 因為他們的價格其實都受壓 那會條的壓力都還有在 是的 是的 其實債價上去說 雖然說到我們香港說 銷售 銷售都是普遍淡的 但可能會有一些轉機 或者某些民企 有一些入股 或者收購的細節 其實這個都很dependent 但整體來說 其實債價都沒有什麼 或者是有大反彈 你剛才提到的龍光 龍光是雙B 雙B 龍光一直困擾著 一些所謂的私募債 而且之前他出來說過 沒有私募債 但也有報告去寫 他可能有差不多 八億至十三億美金的私募債 而這一部分 其實就是 待會時要等待他 就覺得他的資訊 都很不透明 這一個是對於很多投資 其實大家都知道 做投資的確定越大的話 那波幅一定越大 而很容易 大家沒有信心就會沽 而龍光其實就是面對的 所以你看到前兩天 這兩個月的價格 其實都是一般的 可能龍光也在賣 六十多元 就是長期一點 最新的發展 這陣子就開始說 就是Auditor的問題 因為 是3月底 是3月底 其實有個風險位就是 大家都知道 恆大那部分 曾經接過一些投訴 需要Auditor 再去看情況是怎樣 有機會 會不會說 在3月底之前 Auditor出不了報告 這件事其實之前有公司試過 如果大家記得 華融也試過這件事 當時出不了資金報告 即時是被人沽得很厲害 特別是債價 其實一度去到七十多元 都試過 當然後續華融的故事 大家知道就是 算是請教華融 現在其實都反映了 但是他出不了資金報告 是一個挺大的問題 所以也有合身換Auditor 不過龍光很快就出一個公告 就說其實他應該不會換Auditor 所以 不過這個就加少了幾多的 uncertainty 在某些房企 就是會不會一些爆煲的房企 或者臨近爆煲的房企 接下來出不了資金報告 我想這部分會是 如果大家互相 是會有些震盪 是 好啊好啊 如果是這樣看 這些民企 例如碧閨員和龍光 你覺得他的位置的風險 大不大呢 嗯 龍光呢 我自己覺得龍光是挺好的一個名字 當然他看到那個位置是私募債 因為這個就是一些uncertainty 不過就算是8億至13億的私募債 其實對他來說 都應該不會是太大量的 除非更多的uncertainty 就是原來越挖越深 不止私募債 還有很多非標融資 之前是一些financial report 看不到 這個過去的救病 就在 例如街舍 或者是 雅居樂都出現過 這部分就會令到債價是極波動 所以 如果你說 你承受不了這個波幅 你就唯有讓他的精彩 再出來多些 但是本身龍光 如果你從 financial report 去看他的副計 就絕對不是差的 不過你見Elon 就是 他是 S&P 放了一個 negative watch 原因也是因為 time transparent 所以這是無辦法估計的一件事 如果他很大量私募債 也都是超出大家預算的話 你整條數要再計算 明白 那麼碧閨員 你等待上 碧閨員就投資級別 對比龍光龍光 雙B 來說 碧閨員當然是好一點 不過你見這段 碧閨員長期的債價都比較弱勢 因為 去到我們剛開始的說 就是說 就地過年 以往三四線 其實是賣給一些 回鄉下過年的人 三四線 一向 現在的銷售環境這麼差 三四線就更弱了 你春節那些人回鄉下 就更加沒有意欲買樓 所以 碧閨員是比較多 是在 business wise 的層面問題 不過你看到去年條數 其實碧閨員的銷售 即是叫做 它的 contract sales 其實都是排第一 所以你看到它的去貨量 都還能做到 所以我想 貨碧閨員要留意 它的銷售額 這一部分也是很關鍵的 現在其實 基本上大家都很留意 它們的銷售量 的情況 特別過年 連這段時間 會不會好一點呢 那個銷售 如果譬如說 有些朋友 拿著碧閨員 和龍光的債券 你覺得它們應該怎樣部署 似乎 它是拿哪個年期 首先第一件事 我覺得現在 就算去到現在二月 債券市場的價格波幅 都是很大的 都不排除一些錯誤現象 所以如果你本身是拿 就是剛剛我們說到 這幾隻優質名 我覺得如果不是等錢勢 就可以拿著先 除非開始出現了一些 就是出現了一些 你估計不到的事情 就是過去我們經常說 就是 理財產品 或者一些非標 或者是一些私募債 就真的是很 unexpected 那這一部分 你條數要再計算過 那如果否則的話 其實你想想 去到二月 由去年九月到現在 都差不多整半年 有很多 那如果 你可以想 就是要爆 就應該爆了出來的 那 就應該沒有早三四個月 那麼誇張 大家才開始後知後覺 那所以 suppose 在幾個時刻的話 這個月應該會相對小一點 但是始終就控制風險 所以我個人傾向就是 如果這種時刻的話 你能夠繼續拿的話 在幾個時刻 你其實可以度過的 但是如果你有一些 名字是 今天都升高B 升高B 那些就危陋負一點 的意思是確 那你就要看你的年期 是持有多長 可能有些是二二年 今年到期那些 都可能影響都撐得住 值得等一等 但是去到二三二四 你就很 depend上 今年它們的銷售回款 那如果銷售回款接不到 或者你可能預期 今年都是一個跌下去 或者挺深的 其實現在大家普遍 或者大行預期 其實今年房地產 有些就可能 2022覺得是一個反彈 但是你見 credit rating agency 可能預計 今年contact sales 需要跌的 那這種情況 它可能去捱到二三二四 就真的好看 那間公司 就是有沒有一些 戰略方合作 或者 戰略夥伴 是的 或者有沒有一些 政策有些放鬆 是的 Policy 也很重要 最重要的是Policy 大家都在期待 是的 沒錯 是的 我們剛剛看到YouTube 有些問題 其實我也想問你 現在恆大重組方案 有沒有什麼新的update 幫我們update一下 哦 恆大如果有跟蹤開的朋友 都知道 就是他上一輪 就開了一個Investa Call 都陣容強勁的 也有不同的董事 去發表他們的言論 我想 那個Call 其實都比較standard official 不過有一個 我覺得比較關鍵的訊息 就是他們去追求 就是六個月之內 有第一版的方案 就是有一個Initial Plan 其實除此之外 就沒有太多的著墨 所以我覺得 這個都會是一件好事 因為 起碼大家都知道 就是 接下來六個月內 都會有第一版的方案 就是重組的方案 可以去計算 好一點的話 就是 之後的newsoul 就是希望分開處理 境外和境內的資產 去分開做重組 我個人談的 覺得這部分 都會是好事 因為始終 對於恆大很多的隱藏債務 其實都是源於 境內的一些 就是恆大離產 在網子公司的一些債務 如果是境外 境內分開資產處理 對境外美容債務 持有的人 應該都會稍為好一點 不過大家要有心理準備 就是恆大始終的債務量大 我自己其實傾向 它怎樣都會做 起碼有展期 甚至有機會有hair cut 或者是債轉股 都有可能 其中一些重要資產 就是恆大物業 以及恆大汽車 都有機會 可能在債轉股的方案裏面 不過這些 暫時大家都是 好像口水箭那樣說 等待中 是的 要等待有方案出 才能夠再做下一個判斷 其實六個月不長不短 也算是有些誠意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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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六個月 也算是在這個範圍 其實六個月 也算是中一個範圍 大家可以預期 好的 還有朋友 有些問題 雅居樂 您有提到雅居樂 雅居樂 雅居樂 其實這輪圍 你見到它 是反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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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或者八月的債券 都反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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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是85元 雅居樂之前也是困擾了幾件事 又是私募債的問題 Disc and Dec 其實就有很多不確定 我想要看銷售的 不過這輪銷售始終不景氣 就看現在新年過後 究竟三四月或者後續會否有多些 policy 可以支援到它 始終雅居樂本身負計真的不差 但好像剛才所說的一些私募債 一些不確定的東西出來 很影響 對 沒錯 還有過去 我想在應御start call 上來說 就沒有好好回應私募債 因為Carlova有個感覺 可能去年12月 再緣應御start call 覺得去年所有私募債都清掉了 但今年又有私募債到期 大家就覺得 會否有些語言藝術 去避開不太疊 這些就對投資信心上是一個影響 是的 所以我想後續的 居樂關注就是三月還不還債債 現在看Market Pricing 就像還債債 三月還得上的話 我想對後面 就是一些 8月的債券 亦都會信心大一點 但Market Pricing 見到的價格都撒上去 可能更多的增加就是來自Policy 是的 好 多謝Simon 還有問題 就是我們之前說過的ehouse 之前分析過ehouse會否違約 ehouse有兩張美營債 一張4月18日到期 一張2、3年6月 其實規模並不大 因為只是三個億美元 而且如果你有留意逆居的話 其實逆居在走一個戰略 就是走天貓好防線上賣房的戰略 本身ehouse的三個版塊 就有銷售代理 有房友的業務 他們和Bookers的業務 以及天貓好防線的三個版塊 你說銷售代理基本上是重災區 因為我想整個銷售代理模式 是要轉變的 就是過去銷售代理 就是房企聘用他們做銷售代理 就不帶客人 有客人就去做銷售 但現在大家都是想要客戶 所以整個模式改變 你見整個戰略是用天貓好防線上鋪排做戰略 現在市場價格大概70元左右 其實收起銷售代理不論是 sadece 市場舉報的 市場價格由於 andar口 如果看到我的財数 是用den方給 궁執 賣金美元期價格 總項30月 都勤省了 一間是S&P,另一間是聯合 其實有一個項目都寫在報告上寫過 他應該可以還得到4月到期的債券 即是用Internal Resources去還得到 因為如果你看回他上一個Financial Report 如果用Net Debt to Equity 他在說單位數字可能是幾個百分比 因為本身是Cash多 Cash多有幾十億 所以我自己傾向相信 他可以用現金去還到這一筆債 當然後續二、三年 你看他的章就在交付五十多元 就要看他之後的生意溫成怎樣 但是我想本身Ehouse 因為跟天貓好房也源自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也是第二大股東 如果他很困難有Shareholder support 我覺得是有機會的 所以你說從Shareholder的背景 所以他可能有一個人不真的調查 是比較強的 是有爸爸的頂一頂 沒錯 不過要留意一下 Ehouse的背景也有恆大 恆大大概佔戶也有9% 就是萬人科有9% 是不少 所以恆大對Ehouse的另一個 比較傷害就是 Receivable right offer 可能他接下來的業績也要做一些計題 也不一定 所以他全年業績也會有一個虧損 這個是比較傷的原因 後續要留意就是 他這部分的white off 會不會有機會可以 叫做realize 價值回來 好啊 我們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現在內房想撈底 有什麼買入的機會呢 你怎樣看 如果內房要債他撈底 你買直債就好看名字 剛剛那幾間我覺得是可以考慮的 特別要看短 但是你自己要控制銀牙 因為都說20萬美金一張 但是如果你另一個方法就是用一些債券基金 或者是債券ETF 去做 我們在過去幾集也提過一些債券ETF 也是挺好的一個 去部署這部分的exposure 例如剛剛說開Ehouse 現在價格是70多 其實他兩個月都到期 其實會不會說 他的價格還沒反映到 其實真的可以還到呢 有機會的 有機會是 大家的信心都不是很足夠的 因為 始終你說 如果你計算數字來說 當然你這一刻買Double B Double B 會比Single B更加好 所以買盤可能都會談 看Double B以上 所以有機會 況且 我想大家都等個清楚 就是逆居 他接下來下一個financial report 究竟他要計算多少 怕就怕恆大收入太龐大 這是一個對於逆居來說比較大家去看的因素 是的 是的 好的 多謝Simon 看看我們有沒有網上的朋友或其他問題 好的 其實今天時間都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有高息內房債 例如恆大或其他等等 其實我們開了一個WhatsApp Group 是債主大聯盟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在Google Formsubscribe 就可以了 另外 也提醒大家 我們逢星期一和星期三 這個時候4時半 我們都會有一個Live Show 關於股票和債券 希望大家都可以subscribe 和like和share 節目內容 純粹是主持和嘉賓的自己意見 投資涉及風險 和資產價格可升可跌 今天多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希望下次和大家見面 拜拜 拜拜